10月5日,恒指短期见底,当日最低点为23681点。 之后的第四个交易日最高升至25437点。 10月12日则以24962点收市。 回升幅度相当可观,带动恒指回升的第一个动力,是中美敌对状态有缓和现象。 中国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瑞士会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会晤气氛良好? 更可能安排习近平与拜登在今年年底之前召开视像会议, 带动恒指回升的第二个动力是挟淡仓。 特别是10月11日那一天,三只大型新经济股ATM的升幅相当大。 阿里9988升7.9%,腾讯700升2.9%,美团3690升8.4%. 近一段日子,美团与阿里跌幅很大。 相信沽空额也很大。 因此出现强大的挟空仓力量。 第三个带动恒指回升的力量是炒业绩。 今年第三季结束了。 大蓝筹股很快地会公布业绩。 尽管今年7月1日之后,中央政府对许多上市企业加强监管。 但是相信对这些企业真正的业绩影响并不大。 股价大幅下跌是心理上的压力多于业绩真的大幅下跌。 因此,大企业即将公布的第三季业绩应该还不错。 美国以有多家大行出报告唱好港股,也有多家国际基金开始撂底。 买入ATM这些股价跌得很多的巨型科技股。 上述的三大动力中,撇空仓之后,会出现短暂的调整。 但是,另外两股动力相信在未来一段日子仍可发挥作用。 特别是炒业绩,大家不妨留意大企业公布业绩的日子,可以短炒一轮。 除了大型科技股之外,一些中型科技股也值得留意。 中央的监管使得科技股不论大小,股价都大幅下跌。 但是,好些中型科技股根本不是中央打算监管的对象。 中央打算监管。